writer 佢莲�� 下边我们讨论 wn h ity 不增人生境界的哲学基础 及个体生活态度的基本原则 不增人生精神境界 与老子哲学贵柔手持的思想相一致 贵柔是因为柔弱胜刚强 是因为天下之自柔,磁臣天下之之坚 水之道就是自然界中这种大道的体现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供坚强者莫自雷胜 而就生命个体的性别而言,磁性虽看似柔弱不利 实则是天下最强大的道是天地万物的物体 那么磁性则是一切生命的物体 而且也是最强大的生命存在 用一个形象的笑话来讲,那就是 中国人经常讲,男人征服世界,女人征服男人 那么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大家可以想一想 所以啊,许多人就讲,他们讲 你惹谁,也不要惹女人 更不要让女人成为你的敌人 当然,这是一个笑话 那么达之不增最高人生境界的生活态度 他的基本原则又是什么?我认为只有一条 那就是心无为而身有为 这是老子和庄子,无为和有为责学思想相一致的 也是无为和有为相统一的大智慧 也是无为和有为相统一的大智慧 我们经常感觉身心俱疲 面对竞争的时候,有些人选择全身心的投入去竞争 而有些人选择一味的回避 能回避,能回避,能逃生 那么,这两种方式实际上皆不可取 我们说,虽然老子和孔子在他们的著作里面 在他们的思想里面 没有关于心和性的论续 但是他们都论起了精神和精神的修改 孟子是先秦时期最早论述了心性问题的思想家 那么孟子他的名言就是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愈人 那么他将劳力劳动和体力劳动 从劳动分工的角度 社会分工的角度把它区别开来 但是我们纵观古丁的历史 会发现一个现象 劳心者往往都很短寿 而劳力者一般都很长寿 那么,因此 根据老子的这个思想 我们可以这样讲 就是在激烈的竞争之中 我们应该什么呢 应该是,劳其身而义其心 我们生习可以劳了一点 但是我们的心灵要飘逸一些 要空灵一些 那么,这样的话 对人对事皆大有妙处 我们可能许多人作为妾身的使会 所以,当我们参加完洗衣运动之后 我们就会感觉到非常地舒服 那是因为,确实我们劳其身 但是我们义其心 那么,老子和庄子的道家哲学 一直也是以精神的超越 和逍遥解脱为目的 也就是精神的无为 那么,身体的有为 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妨碍到心灵的精神的无为 精神的无为其实不争 它能给你淡泊超人的心态 能给你冷静透析所判断的智慧 能给你精神上的自信 人作为活着的生命体的时候 是无法绝对摆脱外界客观物质条件的束缚 与或多或少的竞争 因此啊,人无法绝对以无为来应对社会的竞争 那么,无为而无不为,是无为于有为的有其同物 不可偏废任何人 为达致不争的人人境界 精神上、心灵上的无为 于身体上、行为上的有为 合而为一 才是在理论上,在实际中可行的途径 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